家里的黄园都冬眠了 这是我去年夏天拍摄的一些镜头 这一只是元宝 它正在吃香蕉 黄园是半水龟 所以在陆地镜是比较轻松的 为它吃东西也不用担心咬到舍的 因为黄园是温顺的贵种 元宝非常喜欢吃西红柿 我都会把西红柿的皮剥料给它吃 这是我家里最小的黄园 这一只是元宰 元宰是工的 所以鸡肉头比较发达 四月份的时候它们就会出眠了 元宰也非常喜欢吃香蕉 刀刻纹的背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